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点上 摩托车分分钟玩爆汽车马 轻松狂甩你几十条街都不是个事儿 当然 毫无疑问 这摩托车获得了金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最多汽缸的摩托车 说起来发明这项黑科技的是一位国外大叔Simo Whitlock 他把一辆平常的摩托改装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摩托车 看到这密密麻麻像麻花一样的汽缸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眼花了 不 请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做梦 这位大叔历时三年时间花费588万元纯手工打造 才把一辆川崎4000cc的摩托车改装成48缸的巨无霸 这摩托车的款式设计的也相当有个性 48个缸排列在车身的两侧 两侧分别又布置了三排 每排八个气缸 两边共24个 缸体内部的线路走向也非常复杂 车前身几乎除了缸就是缸 到处都是缸 感觉都掉缸里了 整车重达一吨 4辆摩托车加一起也就这重量了 然而这有些吓人了 先不说上路如何 就这前身的长度一般人是驾驭不了的 首先来说胳膊短的小伙伴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你就是整个趴在上面也不一定勾得着手把 就连这位人高马大的大叔坐上去也只是勉强够得到 能坚持几分钟这就不知道了 反正小编是没戏了 这小胳膊小腿的压根也没敢多想 终是不知道小伙伴们看到这霸气十足的摩托车 想不想尝试一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